英國保守黨日前,贏出國會下議院大選 卡梅倫再度出任首相,繼續過去五年的緊縮措施 在當地觸發示威,並演變成衝突 警察用伸縮警棍及煙霧彈驅趕 混亂間有示威者跌倒在地下,另外當個警員受傷 警方拉了最少17人 衝突發生在當地星期六,即是大選後兩天 倫敦有幾百人響應網上號召游行到唐寧街首相官邸外示威 反對當局的緊縮政策 有示威者批評緊縮削弱當地的醫療福利 亦有人不滿現時的選舉制度未能確實反映民意 示威期間,有人在一個紀念二次大戰的石碑上 噴上侮辱保守黨的字句 警方說有關行為屬於故意毀壞,正是展開調查 首相官邸發言人亦譴責示威者行為 說塗鴉不尊重二戰期間為國捐缺的人 OEN 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